搞定那英格兰,波利塔莫,德弗里,马丁内斯,阿萨莫阿五位强员,国际米兰在今夏转会市场上的表现,已经足够令自家球迷感到满意,这五位新元的到来,将会让蓝黑军团拥有更多的底气和信心,在新赛季里创造更好的成绩,除了目前已经搞定了, 这五位强员之外,国际米兰在转会市场上的步伐并未停歇,根据目前的消息来看,蓝黑军团还将对外人中场比达尔,以及马金兰后卫福萨里科巴西追求,希望能够在今夏得到这两位强员,以别进一步提升球队的实力,如果国际米兰可以顺利拿下这两位强员,新赛季可以毫不夸张的说,在一甲赛场上,蓝黑军团将是拥有 C罗尔文的头号敌人,毕竟那时候的国际阵团里将没有明显缺度,甚至在中场的人员配备上,国际还要强于尤文,设想一下,当每一个拉加比达尔的强力双后腰,再加上布罗索围棋,一脚其他球队想要通过国际中场强悍的屏障,难度可想而知, 虽然球队在今夏的转会市场上已经取得不错成绩,但是对于广大蓝黑军团的球迷们来说,在今夏的转会市场上,球队演员方面到目前为止还上了一步,而这一步就是去年被租业到国米的拉菲尼亚, 由于受到欧族联财政公平原则真是很影响,蓝黑军团直到现在还没有与巴巴方面谈拢,如何买断拉菲尼亚,上赛季后半段,拉菲尼亚的到来, 小国际米兰的中前场,终于有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大脑,巴西人在球场上的表现是有目共睹,可以这么说蓝黑军团之所以可以在最后时刻获得欧冠门票, 拉菲尼亚拱不可没,所以对于国米来说,球队新赛季想要在一脚和欧冠赛场上,均有不足的成绩,这位球队的核心大脑自然是不能少, 可惜直到现在拉菲尼亚还是一桩悬而未决的转会,国米的球迷自然是心急如焚,生怕这位球队大脑就此与球队说再见,作为国际米兰金下演员的最后一步, 如果蓝黑军团可以最后时刻赢回球队大脑拉菲尼亚,简直就是如虎偏翼的状态, 但是球队如果真的因为一些客观条件和外部因素的制约, 斯帕莱蒂和国际米兰高层必须要想到应对之策, 比进国米兴赛季的目标不再是争夺欧冠门票这么简单, 球队的阵容实力就摆在那,蓝黑军团应该要有更高的追求。